通过约伯的受苦促使我们探讨一个主题 就是上帝的公义 那么什么是公义呢? 一般人的理解是信赏必乏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上帝真的是这样的神吗? 再来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人没有做过错事、坏事、恶事 不仅是有意识 更何况是无意识呢? 今天的经文中 这位约伯的第四个朋友他说 他观察每个人的脚步 他监视人的行踪 上帝是不是真的像一位 饥饿如仇的检察官 在天上无时不刻的在监视着我们 当我们一旦犯了什么过错 马上就要纠正我们 甚至要来处罚我们 如果有人因为自己现在没有事 没有灾祸 就以为自己没有过错 甚至自己以为 自己以为意地认为 那些遭遇患难的人 就是上帝在惩罚他们的罪过 那么就太轻看上帝的智慧 并且不了解真正的公义 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 记载着一个主耶稣和一位 行淫的女人的故事 这位倒霉的女人 被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们 当成现行犯 带来耶稣的面前 她因为犯了十戒的第七条 不可奸淫的罪 依照律法规定 必须当众用石头把她打死 只见耶稣却是对他们说 你们当中谁没有犯过罪 谁就先拿石头打她 当众人一个一个离开之后 耶稣对那女人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别再犯罪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 耶稣是默许我们可以犯罪 不是 在这里主耶稣要告诉我们 人都是会犯罪 上帝也知道这一点 更重要的是 上帝愿意给我们机会来认罪 并且悔改 感谢上帝 通过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 上帝是公义的上帝 同时也是慈爱的上帝 请问你愿意 更多去体会上帝的 他的公义 或者是他的慈爱呢